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題的部分 這邊的話是第二個工作表 你會發現它這個跟剛剛的工作表不一樣的地方 就加一個減號然後年份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就是第二個工作表 所以切到第二個工作表就這個 原來是第一個圖書資料 這樣的話我們就Ending了 我們就是切到第二個工作表 然後再來的話按照題目要的 把那個效果分別做出來 這個地方其實最大的差別也在找資料 它這個範例也在找資料 那最大的差別是前面一個是用篩選 那後面這個的話不是用篩選 而是用設定格式化條件 加上輸入公式 然後公式得到的結果就把那個得到的結果 把它的底色換個顏色 OK 填上去 但是那個公式非常冗長 我覺得真的是蠻難的 那首先的話呢 有哪一些地方需要注意的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好了 所以第一